哎,你要是有一辆这样的车 别说侧方位停车了 整个马路都会是你的秀长 你看它开得有多欢啊 振着开,侧着开 向左飘移,向右飘移 再来一个原地打转 就这还玩不够啊 振着转完呢 还要再来一个反过来转的 是不是已经很惊人了 但不过,这都只是开胃菜啊 谁能在平地里面作秀算个啥呢 它还能开上冰面 还开上水面 开进沼泽,开进丛林 似乎没有哪能够阻止它 前进的步伐 不,是旋转的转斗 是的啊 它是一辆采用螺旋叶片驱动的车 跟早期的阿基米德螺旋桨的工作原理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螺旋状的叶片 被装到了两个巨大的浮筒外面 所以它自然就能够在水面上浮起来了 在水里面当个船开 上了陆地呢 当个车开 真的很厉害啊 它叫做ZIL-2906 是苏联人设计用来接 重返地球的宇航员的车辆 因为通常情况下 联盟号太空舱呢 都会落到非常偏远的地区 也许被冰雪环绕 也许被丛林掩盖 也许正好就位于沼泽的中央 不管你是轮胎还是履带 甚至用上了气垫也都去不了嘛 那于是啊 这种重任自然就落在了 装着一对大螺丝的ZIL-2906上了嘛 两个螺丝相向而转 就能够将横向的力抵消 产生纯粹的向前运动了 当然它们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 于是利用两边的速度差就能实现转向和侧移 等等更加复杂的运动了 与ZIL-2906配合的 还有一辆绰号为蓝鸟的轮式车 它一开始呢 会将ZIL-2906拖在背上 以更快的速度走过大部分的距离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本身的越野能力已经是够猛的了 然后到了实在是无路可走的地方时呢 再将ZIL-2906放下 让它接力去完成任务 这套组合当年大约生产了20套 是属于高度保密的玩意儿 但现在看起来嘛 我觉得景区倒是可以把这样的项目给安排上啊 它不比坐小火车要刺激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